黎晴川 男 32岁 江西人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电脑艺术设计专业 大家好 各位BOSS们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黎晴川 来自江西省宜春市圆州区 毕业于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大专学历 电脑艺术设计专业 希望各位BOSS们有空可以来到我们江西宜春 宜春是一座四季如春的城市 非常适合养老 好 谢谢各位老师 我怎么看你虽然只有32岁 但有一些苍老呢 苍老 这个可能是跟家庭有关吧 家庭怎么了 我从出生到现在 然后的话一直都是外婆抚养长大 可以说没有得到过什么父爱母爱 你母亲跟你父亲是离异了是吧 对 离异 离异 对 所以父亲另外有家庭了 父亲过世了 母亲是怎么了呢 母亲患病啊 然后一直在医院里面住院 所以家里就是你母亲外婆 对 可以这么理解 还有外公吗 外公前几年也过世了 今天外婆来了 外婆来了 外婆多大年纪啊 八十十岁了 我是江西南昌 你是南昌的 我被讲普通话了 八十十了 八十七 你怎么在南昌呢 他在怡村 我已经工作调到怡村来了 他是因为工作调到怡村去了 从南昌调到怡村 那你现在一个人在南昌吗 我现在跟当外生在一起 你现在又去了怡村了 因为怡村 入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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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还是蛮自信啊 因为从那个孩子找当家的 他自己好事各方面都好 他自己用钱 他就是自己还有监制 做什么 就是要... 他给钱给你花吗 给我花啊 我给他存到了 他一直告诉我 他不用钱了 那我们就是 就是把他富裕好成个家啊 他很好事 我就讲啊 他整个家我就高兴了 您脖子上带那个奖牌是不是 我带奖牌 我就请问老个一个 万人跑步啊 我喜欢参加 那是你的奖牌啊 你是什么比赛的奖牌 我是万人跑步 万人赛跑 赛跑 马拉松啊 马拉松是我们江西的 江西的 我就喜欢打势嘛 跳广场舞 跳高女舞 我都会 你还会跳广场舞 会跳交易舞啊 我们走来 待会儿跟我们来一段好不好 好不好 我现在行 这外婆性格非常开朗 我就是不好意思啊 你不 你不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已经苦出头了嘛 他已经长大了嘛 行 这个黎晴川的专业是电脑艺术设计专业 对对 是吧 对 你以前的职业 我看你的这个履历上是说做计算机老师 对没错 现在一直都在从事这个计算机老师 但是你今天来面试要面试主播或者是线上老师 到底哪个孰亲孰众呢 哪个是你最想去的 可能线上主播吧 还是线上主播 线上老师 线上老师教什么 教那个办公软件这一块 Office Word Excel 就你现在的工作 对 哎我们这有这个 我们这个线上教育有教这个计算机的使用的吗 没有这岗位 那看样子 我们今天有招主播的吗 也没有 完了 你今天来白来了 等会儿 看一下有没有其他适合的岗位 等会儿再看 不是你这是广撒网是吧 你还有什么你能做的 来这个平台 怎么说呢 也来一趟不容易 来给自己争个婚吧 跑我这来争婚 你本身问一下 你咋个想法 跑这来争婚 你要干嘛 因为我 我外婆 初始化年纪大了 八十三四岁了 然后的话 我像我 想看着你结婚 对 但我们这不是个找女朋友的节目 外婆 这个外婆上来呀 就往那边看了一下 说这些 好像也都结婚了吧 还真都结婚了 都孩子都有了 今天杨总没来 你是来找杨蓉求婚的吗 开玩笑开玩笑 我觉得你不是开玩笑 逼不了 逼不了 小黎同学 杨总 你三十二岁了 就是你的 但你的心致习性 很像是二十三岁的 按理说呢 你那个专业出来的时候 我是满怀期待 可是 你东一狼头西一棒子 对吧 一会儿我整个婚 一会儿我可能来看看主播 就算是要主播 他也不要你这个颜值的呀 你现在是不是在后面 落准你的技术和专业 把一个刀尖磨尖了 今天这个岗可能有机会 否则后面会很难看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 如果从黎青川的过往来看 父亲没有给过父爱 母亲 六位数 六位数 是你自己正的吗 对 你现在一门心思的 就想先成家 如果 如果今天 这个工作 没搞定的话 能够通过菲尼莫属 这个生活平台 不光是求职 当然最好了 之前前几期 我看到那个杜总 杜子健 他那时候 他是做线上的 做那个主播 完了以后 我以为他这期节目会过来 你要求心思多少 8K吧 最低不低于8K 你这8K是哪来的呢 因为我目前的话 我目前做教师 是一个月多少钱 一个月大概有 4000多 就是你那4000不就是底薪吗 我问你的底薪多少 对对 每个人工资吧 对对对 每个人工资就就4000这块钱 4000啊 就就4000 就是地薪 外婆的意思说 你要求底薪4000就行 是这个意思吧 对 你接受吗 可以接受 来第一轮选择 薛货磊 还有4000 天收我有财